接下來就是要教天秤怎麼用 好 所有魚器的使用第一步的都是什麼 歸零 把它調到從某個地方開始 就算是用直尺也要歸零 要把什麼背在那邊開始 要背在那邊開始量 要歸零 好 那我們怎麼歸零 就是圖用下面這個圖 有個校準螺絲 旋轉那個螺絲讓它轉進去轉出來 然後讓它達到平衡 那平衡的意思是指針要指在中間 那我講過我們天秤很敏感 不容易停下來 那你就是左晃跟右晃的幅度要 一樣就可以 我們上次做時間跟你講過的 那請注意喔 我們的上米天秤指針朝上 我們的等壁天秤指針朝下 那朝上跟朝下 答案不會一樣 如果我的指針朝上 然後指針偏右 哪邊中 右邊中 所以你要把右邊邊心 左邊邊中 可是如果你指針朝下 偏右呢 是哪邊中 左邊中 所以答案正好 相反這邊 所以你要看清楚 題目上給的指針朝上還是朝下 你才知道那個螺絲要怎麼調 然後請問你螺絲要怎麼調啊 然後這裡有個天秤 這個指針朝下 然後它向右邊邊 所以想想它哪邊太重 然後我們要調這個叫做校準螺絲 好 來 我們先調左邊 請問你左邊這個螺絲要怎麼調 有人講旋進 旋出 有人講向左或向右 好 這樣或向右 隨便安心 好來 你告訴我 向右 向左也可以 你告訴我旋進是靠進去一點 還是旋出也可以 來 你告訴我 現在它這樣子弄 玫瑰零你們對不對 你要調左邊螺絲的話 你要怎麼調 旋進還是旋出 向左還是向右 好 停車戰界問 應該是哪一個咧 應該是哪一個咧 來 我們請帥哥 你們班不會有40號 你們班也不會有19號 11 7 11 11 起來 我們要向左還是向右 旋出還是旋入 向右叫旋出 向右要旋入 請坐 我們已經選擇的叫向右 那如果你把它調到最右邊了 它還是不平衡 那就動什麼 要動右邊的螺絲吧 對不對 那右邊的螺絲要怎麼調 一樣 旋進 就是靠進去中間一點 還是旋出 放外面一點 是要向左呢 還是要向右 如果我現在動的是右邊螺絲 我要怎麼調 我現在如果要動右邊螺絲 我應該怎麼調 帥哥 貴方有35嗎 沒有35嗎 沒有35喔 29 有35 35 請坐 旋出 請坐 旋出就是向右的意思 通通都向右邊調 OK 問你怎麼調 會調很好 把它調好 帶色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為什麼 不為什麼 世界上右撇子多 右撇子比較多 右手拿的比較方便 對不對 很多 那就欺負左撇子 沒辦法 但是如果是這種上癮天秤 你左右顛倒放是沒有差的 可是當會會講到一個有起碼的天秤 這個不可以左右顛倒 這種上癮天秤 如果你要左右倒過來放 其實也OK 但是其理兩成好習慣 帶色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考試會考 然後你就放砝碼放到 放到它又重新平衡了 就表示質量一樣了 所以砝碼加起來有幾克 就是代表東西的質量有幾克 所以帶色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砝碼放右邊 然後量它 就是使用 OK 好 所以帶色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重新平衡了 OK 量好了 看砝碼有幾克 就是帶色物有幾克 這樣子 好 簡單 那剛剛講過有一種像這個 懸吊式天秤 等壁天秤 它通常上面有個騎碼 騎碼它通常會說我從頭到尾呢 有10克 然後我分成100格 所以每一格幾克 0.1公克 0.1公克 然後你看它會加幾個 重點是 騎碼的質量一定加在右邊 騎碼的質量一定加在右邊 所以有一些怪怪的考試 它會不會給你顛倒放錯 它把東西放右邊 砝碼放左邊 然後去調 然後又要用騎碼 好 如果有時候 大概就算你幾功課 你要注意 騎碼的質量應該在右邊 所以我剛才講 如果它不能左右顛倒 這個放東西就不能夠左右顛倒 所以一定要帶色物放左彈 砝碼放右彈 我跟它上面的天秤 顛倒沒有關係 OK 然後有了考驗上的騎碼 不見得是0.1公克 你看看題目怎麼寫 要搞不好是1公克 要搞不好是1公克 看題目怎麼寫 來 知道說這一個騎碼應該是要多少公克 這是我們一般的天秤的使用 它這都是有要放拔碼的 但是呢 我們的山梁天秤基本上沒有拔碼 它靠那個上面的三個橫桿來調的 中間的橫桿呢 是每一格是10公克 上面的橫桿呢 每一格是1公克 下面的橫桿呢 每一格是0.1公克 配碼調到什麼樣子 我移到了30公克 正好平衡就是30克 我移到了26加5就是25公克 所以它是靠這個上面的格就是比較起碼 上面的起碼加起來是多少克 它就是多少 這是我們的山梁天秤的使用 跟我們前面的不太一樣 它沒有什麼的砝碼 所以這是重點 請你記住我們天秤使用的重點 要記得一步驟要歸零 要用校準螺絲調前調後向左向右向它歸零 要記得代色物要放在左邊 砝碼要放在右邊 記得我們的起碼的質量一定加在右邊 就是有關於天秤的使用部分 可以嗎 可以 接著我們來問兩個小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叫你代色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那如果你倒過來放有差嗎 如果你反過來放有差嗎 請問你 如果你反過來放有差嗎 有差 沒差 百分之五十機會會對 有差 很好 請坐下 你猜錯了 剛剛跟你講啦 我們用的上影天秤左右 聽到有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那個是有起碼 你可不可以顛倒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起碼質量都加在右邊 所以呢 我們用的上影天秤沒差 結果是一樣的 沒有差 OK 下一個小問題 兩個就是 就叫什麼螺絲啦 好 叫什麼螺絲 兩個敲敲板 左邊一個人 右邊一個人 比較胖一個人 比較瘦一個人 比較重一個人 比較輕 然後呢 比較 重了就敲下去就下去了嘛 那重那個要怎樣移動 要比較靠近那個中間呢 還是比較移到外面呢 然後呢 這樣子才會讓它變成平平的咧 那這根叫著螺絲有沒有一樣咧 有沒有一樣咧 簡單嘛 玩過敲敲板就知道了 好 也不用學過什麼偉大的學問 來 找一位可愛的小女生 No.1 來 那個 比較重的人要靠近敲敲板的中間 還是要移到外面 它才會重新平衡 移到中間 很好 要靠近中間一點 然後呢 這個跟轎子螺絲的移動方向是怎樣 一樣 我們剛剛不是做過了嗎 像右條那個 做過了嘛 所以一樣 這就是 簡單的小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動腦零四 跟動腦零五 這就是他的動腦零五 我們會買給我 過了這個動腦零五 不是真的嗎 我會想再說